各位同学,你们好,这里是MES学院为大家开设的一门通用课程,芒果DB最佳实践。 那很多同学事先可能了解过,或者听说过芒果DB这个名词。 它是我们no circle数据库技术中的一种,而且它现在是处于领先或者领导地位的一种no circle技术, 无论从社区活跃度啊,产品的功能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装机量来说,都是现在可以说在no circle世界里首屈一指的。 那很多人讲啊,说为什么有no circle呢?circle不是蛮好的吗?对不对?我们在大学里边都学了这个RDBMS, 还有这个circle,他们俩其实是一套的,对不对?我们RDBMS使用circle来进行数据的一些查询,增删改查。 它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得先从它的这个存储结构说起,他们是把这个数据存储在表中,对不对? 事先你要先把表设计好,你才能往里边存数据。这个表是预先定制且高度结构化的,每一列都有自己的类型,对不对? 这其实也没错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开发啊,多数都使用面向对象的语言,对不对? 那这个数据,它是一个对象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 这个结构就丰富了,它可以是个树,对吧?不只是树了,图也没有问题啊,它可以有环状结构,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复杂的结构,先往数据库里存,就比较不容易了。 你想,这里结构这么平直,一行一行的,我怎么来表达这种多样的结构呢? 于是呢,那很多人又想办法了,咱们开发人员的智慧是无穷的,说吧,存在XML里吧? 可以,有人的地址这么做,但是查询受影响。 后来呢,有人搞一个叫ORI mapping的技术,也不错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技术。 它通过在网数据库里增加一些ORI字段,或者说一些关系表,来达到存储这种复杂结构的效果。 其实可以做,但是呢,不是很好做,这个设计啊,挺难的。 而且呢,也容易产生各种问题,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 而且呢,我们最近十年啊,可以说移动开发,互联网开发,非常的,事都非常的猛。 那我们互联网开发,移动开发有什么特点? 周期短,经销快。 那背后呢,在开发中啊,这个需求的改变啊,就会非常非常的频繁。 可能今天我们设计好啊,不错不错,就是这个结构了。 那第二天,就会改了,说不行,这要多个关系,啊,这还得多个对象。 那对于这种死板的结构,就出问题了。 我要重新设计表。 那重新设计表,数据怎么办?我要做这个Data Base Migration。 非常的麻烦。 于是呢,我们芒果DB,啊,结合这个名词,No Circle,Not Only Circle,不只是Circle, 同于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提供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它什么特点? 它的每一条记录啊,那这个关系的数据库,这每一行是个记录啊, 那我们芒果DB,每一条记录,就要个Document。 Document,它什么样啊,它其实如果是前段程序员来学芒果DB啊,可以说是这个事半功倍。 它是Jayson,JaysonStyle的一个存储。 比较灵活,也不需要预先定制,所以有很多人说是它是这个instructure的,非结构化的。 其实可以说是,也不能说这结构完全你不设计。 只是说它不用你这边修改之后呢,你得来修改数据库的这个表结构, 它你直接用就可以了,可以说是弱结构化吧。 另外呢,它这个Jayson,读过Jayson可能知道,它很灵活啊,你这个书组,或者内签的对象,直接往里面塞就好了。 你不用说你另外再建个表,然后再搭建一个关系,这里都可以得到避免。 那很多同学说,嗯,你这个不错,又很强大,又很灵活,那性能有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有幸运同学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发现骂芒果DB,这里慢,那里不好的人非常多。 那芒果DB的创始人出来说话了,说不是我们芒果DB不好,而是你们这些人不会用。 这话还会过了一点,怎么说呢,芒果DB的确啊,缺点不少。 有一些局限性,在后面我们会陆陆续里多讲到。 但是,它优点也非常的显著,如果说我们能够遵照它这些特性来使用它,它是能够保证一定的查询效率。 现在这个国外Ebay啊,还有Craglist,这两个都是访问量比较大的网站,都开了使用芒果DB,而且据反映的效果也不错。 可以说呢,它还是能够支持这个大数据量,大反映量。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尊重它的一些特性和一些要求,它就会惩罚我们。 带来我们网上那些同样是开发人员,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真的。 他们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上来骂芒果DB。 那我们这门课,主要就结合我本人的背景,因为我是个开发人员,所以我这门课也是针对开发人员,通过对芒果DB的特性的使用方法, 还有设计理念,还有优化的方式,集群部署等等,来让大家了解如何的使用芒果DB,以及这种所谓的no circle技术。 同时,针对大数据实弹,我们在这门课的最后,也会涉及芒果DB叫data aggregation,就是数据聚合。 我们会针对两个学习技术,一个是芒果DB pipeline流水线,还有一个是,大家要说成详了,经常看到,map reduce这两个东西,结合芒果DB,我们怎么在芒果DB上使用它们。 那好多学可能是致力于做dba,那你通过我这门课来入门,这门课是出学者课程,也没有问题,因为知识都有相通的。 那最后呢,我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作业,就下节课我们要讲芒果DB的安装, 希望大家呢,能把一个Linux的环境准备好。 要64位的,后面我们会讲为什么64位的,咱们装个64位的Linux, Ubuntu,Server,都可以,大家可以去找,找一下,然后做一个安装。 推荐使用虚拟机安装,后面我们可能会有芒果DB的一些集群的一些部署,那我可能会使用多个虚拟机。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在以后的教学中合作愉快,谢谢大家。